好 我們直居來帶您關注 在剛剛稍早12點03分左右的時候 民進黨主席柯文哲在北檢的偵訊結束了 剛剛稍早已經搭乘中午的球車 被劫返回到台北看守所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剛剛稍早柯文哲 在法警的護送下走上球車的畫面 好 今天柯文哲是二度遭到北檢來進行提訊 在今天早上9點03分的時候抵達北檢 但是他的偵訊體大約是10點的時候 才開始的 也是說柯文哲在今天來到北檢 整整呆了三個小時當中 大約有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時間左右 是受到檢察官來進行問訊腦袋 就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柯文哲的委律師鄭聲援 陸正義 以及這個蕭逸紅三名王牌律師團 也在稍早的時候陸續來離開台北地檢署了 但是面對現場媒體的發問 其實三位律師都沒有多做太多的回應 甚至臉色也是蠻凝重的 今天很有可能的檢方二度提訊柯文哲 就是要來針對金流的部分 來去做細節來做詢問 其實昨天這個檢方就有提訊這個彭政生 當時彭政生出現的時候還露出微笑 在今天上午二度提訊柯文哲 他也是露出淡淡的微笑 接連兩天兩個人被提訊都露出微笑 讓大家捲著這個笑容到底有背後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涵意 但是剛剛這個柯文哲被解返回到這個球車上的時候呢 其實沿路面對媒體喊話 還是沒有多做太多的反應 就是這樣穩穩的走上這個球車裡面 所以今天檢方要追查這個金流的部分 只問了一個半小時到底有沒有找到關鍵的突破口 還是說柯文哲在庭上有說些什麼內容 這麼快才就結束這個偵訊 或者是說檢方今天可能詢問的重點 只有一個想要來試探柯文哲的反應 都是後續大家可以值得來關注的 因為其實呢天幾天就是檢連就有查扣到一個神秘的保險箱 不排除呢檢方今天提訊柯文哲 就是要針對保險箱裡面的金流要來問清楚 甚至呢包含這個律師團隊啊 他們今天來到這個北檢之後呢 很有可能要等到這個偵訊庭結束 才會來對柯文哲進行律見的部分 也是說柯文哲在今天之前 有沒有知道他的妻子陳佩琴 在昨天的時候發表這些言論 講說這個保險箱裡面的金流的部分 柯文哲知道嗎 這些就是檢方今天要針對重點 來去研判說兩個人的供詞說詞 到底有沒有一致性 所以今天呢才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呢 就已經讓柯文哲解返回去了 但是據傳下午呢 檢方還會再來提訊另外一名被告 昨天已經提訊了這個彭建生了 會不會今天下午提訊的 有可能是映小微還是沈慶慶呢 甚至還有一個人大家不要忘記了 就是映小微的助理吳順明 他目前也是金華城案在押的被告之一 目前檢方都還沒有提訊他 所以今天下午檢方的新的動作 到底會提訊誰我們也會來持續幫大家掌握 這大概稍後一點左右呢 答案很快就會來出爐了 好今天其實呢檢教依舊動作頻頻 包含警員人員在剛剛稍早上午的時候 也有傳喚一位秘密證人 疑似就是前台北市府裡面的人喔 就是要來釐清這個金華城病案裡面 那據說這名證人目前還在裡面進行問詢當中 稍後會不會來復訊北檢 有最近消息我們都會持續來為大家掌握 先將時間還給Pony主播 你早就要來拍照 你早就要來拍照